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个今天是正如主持人说的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讲了 一转眼已经讲了这么多场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很满足了我 因为我现在不上讲台了 在大学里边在北大 已经不怎么讲课了 所以这次能够 就仿佛是讲了一门课一样的 感知到自己还是很兴奋 很喜悦 能够跟大家做这样的交流 而且这种交流 其实比在北大的课堂上 还要有一些特点 比方说其实讲课之后的 我用书面的方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通过大家的提问 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一些问题的兴趣 包括对有一些问题的思考 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后包括每次讲的过程 讲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问答的环节 也是很有趣的一些 对我来说有些问题 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今天我们讲一下 这个英国 这个就是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过程中间的 一种所谓的五庭方困境 所谓五庭方困境 其实是 我觉得其实是英美法在中国的一个遭遇 我们都知道 这个英国的这个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是发生的很早的 像这个比较早的一次 官方的活动 就是马加尔尼使团 在乾隆年间 1793年 严格的说1793年 他们有一个 大概五六百人的一个巨大的代表团 名义上是来跟乾隆皇帝来庆受 然后呢 实际上他们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想要 想要跟中国缔结一个比较稳定的外交关系 比方说 是否可以在北京 和两个国家的首都互相派驻使节 中国是否可以开放某一些口岸 来让贸易变得更加便利和自由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蛮有意思的 但是后来 有没有我看有人在 后来这次出使 大家都知道是以失败而告终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英国的这个大使 马卡尼大使 他到了河北的承德 去夜见乾隆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一些交往上的不愉快 一些非常大的冲突 主要还是 马加尔尼不肯 对中国的皇帝行三败九寇之大礼 这个当时是和声来去做这个外交方面的斡旋工作 想方设法的去两边去做工作 但是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乾隆皇帝对于这个英国的最后的一个 这样一个官方的回复 写得非常的傲慢 说我千朝大国 什么都不缺 你们 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崇拜 派了使节远道而来 带了一些礼物 如果我其实给了英国的使节回馈的东西 可能是也相当的丰厚 但是英国的礼物其实包括 他们当时最先进的工业产品 包括军事工业产品 最好的枪支都送给中国 但是到了1793年 到了1860年 1859年 1860年 大家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当英国英法联军到了圆明园里边去 进行有关的搜查的时候 发现在一个仓库里边 一个库房里边 当年马加尔尼送的礼品 居然那个箱子都没有拆 封条都在上面 说明中国人对于这个英国的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 并没有一种好奇心 这个是 当然是早期交往的一些事情了 那么 武庭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许多朋友 他可能都知道 武庭芳是广东新会人 现在属于江门市的新会 新会这个地方出了 好像出了不少名人吧 新会的这个 像梁启超也是新会人 像北师大的那位老校长 陈元教授也是新会人 广东新会 当然这个武庭芳是特殊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并不是出生在新会 他出生在新加坡 1842年出生的 那么今年应该是他的 他的诞辰 民诞 民诞是180周年 那么到了 他去世的时候是1922年 你看都是二 所以今年也是个22年 正好今年他是武庭芳 逝世的100周年 100周年的这个纪念年 所以今天我们连着又纪念胡适 又纪念武庭芳 这也倒蛮有意思的 他三岁的时候 他父亲觉得 应该把他想方设法 叫武庭芳带回国来 就回到了广州的芳村 武庭芳的芳村 那么就在那个地方 想让武庭芳比较早的 就接受一些中国的古典教育 也许他的父亲 还有一种想法 想让武庭芳将来 也能参加科学考试 能够叫光宗要主 成为一个大官 但是武庭芳实在是 对于中国古典的东西 没有多少兴趣 所以有点一星阑珊的样子 到了14岁的时候 武庭芳就 因为家里边遭遇一些变故 后来因为在香港那个地方 有亲属在那边 就把他接到香港去 他就入了一个圣保罗书院 应该是一个英国式的高中 中学 在圣保罗中学书院里边 接受了这个英国式的教育 毕业以后呢 在圣保罗书院毕业以后 他就有一份特别有意思的工作 就是在香港的法庭上做通语 做翻译 大家知道英国的这个殖民地的法院 都是用英文来去审判的 但是当事人经常都是 比方说只会说广东话的本地人 他们不懂英文 所以就需要在法庭上 给这些个当事人配上翻译 让他们能够知道 法庭要求他做什么 说什么 证据怎么呈现 判决的内容是什么 都是要需要有一些 这样的一种专业的翻译者 于是他就在香港的法庭里边 做这样的工作 做的时间很长 逐渐的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这个工作其实是相当 相当待遇还不错 与此同时呢 其实九而九之 你知道有点九病成一的感觉 他老做这样的一种翻译 逐渐的就开始 自己对于英国的法律制度 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和理解 做翻译的过程 几乎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好像是他不知不觉 就慢慢的开始学会了 英国法律的这样的一种 基本的常识 这些词汇 这些词汇如何转换为中文 这等等 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 比较丰富的积累 到了32岁那年 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将来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律师 然后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说 我是否能够到英国去学法律 然后就他就最后就用自己 积累下来的自己的金钱 然后自备到了英国去学习法律 然后他带了当时的香港的知名的法律家 给他写的推荐信 然后他就到了英国 到了伦敦 就找到了一个法律教育机构 这就是我们上次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曾经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的 林行归先生 后来也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法律教育机构 叫林肯律师会馆 过去通常的翻译都叫林肯律师学院 我一直觉得这个学院这个翻译法 太过分的学院气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 大家知道律师会馆 在伦敦那个地方 英国的法律心脏 普通法的心脏地的 法院啊 律师事务所等等都集中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四个非常著名的律师会馆 一个叫内殿会馆 一个叫中殿会馆 一个叫格雷会馆 或者格雷会馆 另外GREET 这个INs of Greece GREET 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个是 这个就是林肯律师会馆 那么这个律师会馆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机构 它的成立其实是一些偶然因素 那么大家知道 英国的这个法律司法的系统 其实是一种比较集中的系统 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 稍微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的案件 往往就会在首都伦敦这个地方诉讼 当时叫威斯密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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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 集中了英国的皇家法院的 好多好多的这个不同的法院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有一些案件需要律师从外地 经常到从外地到伦敦这个地方 他们必须要到法庭来去诉讼 诉讼的过程中间呢 他们有时候一个案件 有时候一拖拖很长时间 然后就 然后就要住在伦敦这个地方 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就其实是在一个 一些小的旅馆里边 后来呢 他们逐渐的开始说法律职业者 开始购买一些地皮 或者说自己建的一些房子 或者说是把一些富人 捐赠给他们的一些个 一些建筑 他们就在那个里边啊 他们也带着自己的徒弟 他们就常住在这个律师会馆里边 那逐渐的白天 他们到法庭里边去审理案件 带着学徒一块到法庭 学徒在旁边观察师傅们 怎么去审理 怎么去代理案件 怎么去进行法庭的辩论 有人说经常断 是是吗 大家的声音效果如何 我不知道 艾米是不是 声音很好 很好 没有问题 好好好 那么 然后呢 晚上呢 他们就都共同的居住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在一块边吃饭边谈法律 尤其是跟学徒们聊 说这个案件 为什么当时我是这么发表意见的 然后呢 晚上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种发展成为一种学徒教育的机构 我们都知道学徒式的教育跟大学教育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也就是学徒式的教育 往往师父跟徒弟之间更有一种最亲密的接触 然后呢 甚至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要想会要跟师父睡 跟师父都睡到一起去 然后呢 就这个真正是能够最亲切的最直接的感受到自己的这一行 他的一种风貌 他的一种对他的各方面的一种言谈举止 举手投足 这些方面都能够让徒弟们能够学习到师父的这样的一种本力 逐渐的自己也就能够出土了 后来呢 你们知道居然这样的一种律师会馆在伦敦这个地方 被称之为所谓的英国的第三所大学 英国的第一所大学是牛津大学 第二所大学是剑桥大学 第三所大学是律师会馆 那些个贵族们往往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家里边的男孩 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的时候就送到律师会馆里边来 他们在律师会馆里边接受的不仅仅是法律的训练 而且也包括做一个绅士 所应该学习到的其他的知识 比方说音乐 比方说舞蹈 比方说宗教 神学方面的一种训练 还有经常有一些像伟大的作家们 莎士比亚的戏剧啊 在内殿律师会馆举行了首演 据说莎士比亚本人还亲自到这个地方来指导 怎么去给大家讲戏 那么还有一些作家 像撒米尔约翰逊 这个英国词典之父吧 他也常住在会馆里边 然后这些作家 他们也经常跟这些学法律的学生 经常接触交往 甚至可能给他们讲一些东西 然后你知道当时是说穷人家的孩子到牛津剑桥 富人家的孩子基本上要送到律师会馆来 将来会做律师 做律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在英国 所以这个律师会馆就成为这样的一个 变成了一种教育机构和律师的自治组织 这是英国的法律方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你要是想做律师的话 出庭律师主要是指出庭律师 当然事务律师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会馆 自己的一些会馆 那么出庭律师只有这四个律师会馆 那么这四大律师会馆 后来就都是地位非常的显赫 所有的出庭律师都必须在律师会馆 接受教育 而且吃饭变得非常重要 跟师傅在一块吃饭 所以到现在他们那个巨大的那个餐厅 跟师傅们在一块 学徒们在下边这个长桌上坐着 然后边吃饭 师傅们在高的台子上 在那上面吃饭 然后吃完饭以后 开始就进行法律的一种讲读 他们那个讲读者 往往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人物 一些尤其是本会馆出身的这些个 非常知名的法律职业者 包括法官 包括一些资深律师 像大家知道说 知识就是力量那个富朗西斯·培根 培根就是在律师会馆 在那个格雷律师会馆 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主持讲座的一个导师吧 林肯律师会馆的这个图册里边有专门有一页 这一页就是讲的是五庭方 这一章里边讲的是 林肯律师会馆在世界各地的杰出效用 那么其中专门有一页是献给五庭方的 五庭方他其实加入这个律师会馆 进入这个律师会馆 还经过一番波折 当时尽管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物 给他写了推荐信 但是律师会馆还是说 你要进入我们这个会馆的话 还是需要考试的 然后五庭方了解了一下情况 觉得凭什么让我考试啊 我好像他听说有一个日本的学习法律的人 是他头一年入学的 没有经过考试就推荐入学了 后来他就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林肯律师会馆 希望他们能够遵循先例 你们国家不是特别强调遵循先例吗 为什么那个日本人可以我不可以 后来律师会馆还真做了研究 林肯律师会馆同意说 那好吧你现在基础还不错 你就进来吧 32岁的五庭方就进入到林肯律师会馆 1874年入学 然后1877年的2月份 他在林肯律师会馆里边 获得了这个律师的称号 成为一个真正是一个barist 非常非常有地位的一种感觉 然后他还是过去曾经有过回忆说 他在林肯律师会馆里边读书的那种经历 林肯律师会馆里边 这个大堂旁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图书馆里边去读书 他当时是讲英国人的性格方面如何如何的 不愿意不跟陌生人交往 其实都不是陌生人 他说他连续几个月 在那个会馆的图书馆里边读书的时候 对面总是坐着同样一个英国的一个年轻人 坐着他对面 但是从来两个人不说话 但是坐下来就各看各的书 然后他总觉得应该 至少大家这么长时间了 几个月了 怎么一点都不交流 他觉得好奇怪 然后就每次当他抬起头来看对方的时候 发现对方也在看他 然后他眼神一碰到对方 对方马上把头低下来 自己接着看书 哎呀他说英国人太矜持了 太不大 不善于跟陌生人交往 当然这是全世界都大家都知道英国人最多跟陌生人聊天 就说今天天气很好啊 如何如何 但是大家各干各的不干扰别人的事情 这是英国的这样一个民族性格吧 那么武庭芳后来在林肯律师会馆 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能够获得英国的律师资格 这是 当然我们说中国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从种族的角度来说 其实 武庭芳当时的国籍 其实是英国国籍 因为他是香港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 就像 圣雄甘地 甘地其实也是在这个林肯律师会馆 获得的 出庭律师的这个称号 所以其实都算是英国人 但是我们总觉得 这真正是说 中国人在能够获得英国的律师 只称以武庭芳为第一人 武庭芳后来呢 就 他走之前呢 他就 他就 当时正好 不明所以 连线 是经常有断断续续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自己说话 本身断断续续的 没有没有 贺老师 您那很好 我觉得 如果有个别朋友觉得不行的话 调整一下自己的设备 有些朋友可能自己设备不行 对 然后呢 他就 你知道他当时 1876年的时候 中国派到英国的第一个常驻使节 已经到了伦敦 那就是湖南人郭松涛 郭松涛成为第一任中国常驻 或者大清 常驻英国的公使 郭松涛到了英国旅职的第二天 武庭芳就听说 这个大清来了一个新公使 然后武庭芳就去拜见了郭松涛 拜见郭松涛的时候 两个人谈话非常非常有意思 当时这个郭松涛的副使 叫写英谣司纪的刘西红 在他的日记里边讲了 他们的一些交流的情况 大致上武庭芳很关注说 哦还有这么一个人 在英国学习法律 他很意外 他问了一下的说 学习法律的日本人有多少 武庭芳告诉他 在英国学习法律的日本人 有十多个 大多数是官方派来的 而武庭芳你们知道是自费来的 这就证明说 两个国家的政府 当时对于这个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的 一种态度差异很大 那么 郭松涛对这个武庭芳呢 这个印象很深 觉得这个人懂法律太难得了 因为懂西洋的法律 中国的外交现在跟西方打交道 经常是没有办法交往 这个说什么 大家都不能互相理解 如果有武庭芳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话 该多么了得 于是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去 想让武庭芳就在 读音使馆里边 这个担任一个 开头说担任一个翻译吧 然后呢 后来说担任翻译多少钱 说是两百大洋 两百 两百银元 后来武庭芳觉得 我这样的一个堂堂的出庭律师的这个资格 好家伙才两百块钱 他心里边觉得 不大舒服 就没有接受 然后又以自己的父亲 身体不好为名 然后就 回到了香港 武庭芳在最后还不依不饶的 不是武庭芳 这个郭松涛 还曾经向李鸿章推荐说 这个人才 人才难得 我们应该想方设法的 能够启用这样的人才 只不过我们给他的代理太低了 他求之过涉 他要求的太奢了 太多了 但是呢 这样的人才还是很难得 他就跟 后来李鸿章还曾经接见过武庭芳一次吧 然后逐渐的武庭芳就 他就回到了香港 回到香港 你知道 他跟香港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不错的 香港政府也特别的 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中国人 获得了我们的律师职称 可以在这个地方 他成为香港的 这个立法局的一个中华人 华人议员 这是第一个 然后又参与了一份中文报纸 大家有些朋友 对于这个新闻学比较感兴趣的 叫歌公正写的中国报学史里边 专门提到 武庭芳是中文 第一份中文报纸的创办人 和非常重要的编辑人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贡献 后来就发现呢 对外的交涉 大清清政府对外的交涉 太需要法律专业人才了 于是就邀请 聘请武庭芳 参与了许多的 比方说中法条约 关于越南问题的 那个中法条约 还有其他的一些条约 一直到比方说 甲午战争之后 有些朋友可能到过那个 叫韩 不是韩分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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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马关条约的 那个签署地 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日本人现在 这个 把当时的谈判的场景复原 用了一些 腊人 坐在那个会议桌前面 你可以看到 武庭芳的座位在 非常后排的位置 因为武庭芳当时是 参与这个 谈判 李鸿章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 武庭芳是其中的一个随缘 当然跟 日本方面是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跟武庭芳 差不多同时留学英国 但是伊藤博文已经成为 日本的总理大臣 而 武庭芳仍然还在 屈屈于人下 成为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随缘 半翻译半官员 那么一个性质的角色 其实想想也是属于 情况非常非常 那个人寒心 但是后来呢 武庭芳就 被任命为 驻美国 墨西哥 毕鲁 这几个国家的 当然算是 那个时候还叫公使吧 叫minister 不叫大使 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家 当时的级别 不够派一个大使的 所以都住 英国也是公使 住美国也是公使 但是武庭芳的 设计的面是说 我这几个国家 都是他来做公使的 办理一些外交事务 然后呢 就到了1902年 对武庭芳来说 这个数字确实对他来说 很重要 1902年的时候 武庭芳就 被清朝的 清廷 你们知道 八国联军 这个 接车走了 然后 这个正常的 跟西方的交往 又恢复了 然后刺激台后 又回到了北京 然后就开始 说 看起来要 真的是要 要进行一种 变法了 所以在1902年的时候 就任命了 清廷就任命了 沈家本 武庭芳 为修订 法律大臣 所以这本 这个林肯律师会 管这个册子里边说 武庭芳是 他们校友中间的 一个杰出的 外交家 兼法律改革家 武庭芳成为 修订 法律大臣 然后就 开始了 他推动 中国的法律 修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使命 他跟沈家本 两个人 沈家本一直是在 是一个土鳖吧 是一直在 中国的 国内的刑部 什么东西 长期的从事工作 那么武庭芳 是一个西洋的 海归 这两个人 形成了一种 法律改革的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搭配 然后他们 不断的呼吁 吶喊 起草法律 最后 废除了 中国的法律 中间最残酷的 那些个 比方说 车列 不是车列 叫凌迟啊 销售啊 这些东西 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 逐渐的 慢慢的去去掉它 然后呢 又制定了 相关的一些法典 比方说 打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呀 还有第一部商法典呢 都是在武庭芳的努力下 把它推出来的 但是 基本上都是草案 各位知道 这简直可以说是 功败垂成 出师未接 身先死 最后 法律的改革的努力 比不上这个革命的努力 来得更加 更加 更加有力量 速度跑得更快 所以 到了 到了1902年 03年之后 05年 武大臣出 这个考察西洋政治 然后最后 越来越多的人 可能感觉到 孙中山的号召 更可理 因为孙中山号召要把 清朝给推翻了 要进行革命 最后的结果是 变革 那种 改良式的这种变革 终于抵不过革命的 这样的一个 巨大的努力 迅捷的努力 最后 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这些个 武庭芳 沈家本 他们起草的一系列的 法律发电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争论还在进行的时候 最后这两个 这个 清政府就没了 所以就有贼心 没贼胆 有贼胆 没贼心 最后贼心 贼胆都有了 贼美了 人最后就 就没有办法去 这个 通过改良式的 这样一种变革 最后能够挽救 清政府 并且同时 让中国的整个的体制 其实变法 不只是变革法律 而且是变革 整个的体制 然后 最后的结局就是 我们走向共和了 走向共和以后 其实对于 武庭芳来说 或者是对大多数 中国人来说的话 清朝末年这次 这个 江山一致 倒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 像明朝灭亡 清朝进来以后 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是你 好像 比方说 遗老们 怎么办 这些在前朝做官的人 他们是 有大 很多很多的人都 都最后就是自杀呀 全家全家的自杀 但是到了 清朝末年的 这样的一种 也许跟主动的 这个退位有关系 或者被动的退位 然后最后 像武庭芳这样的人 虽然在 前清 做过这么高级 高等 高的地位的工作 但是他 并没有心理的障碍 说我 前朝 灭亡了 我是不是也跟着 寻到的问题 然后呢 就自己就成为 孙中山的 得力的 干将 他南方的政府 民国政府 任命他 做司法 司法大臣 不是司法大臣 对不起 司法总长 司法总长 他就成为 南北义和中间的 一个南方的 重要的代表 钱中书先生的父亲 钱基伯 曾经写过 关于南北义和 过程中间的东西 也涉及到 不少武庭芳的 一些事情 武庭芳后来呢 其实也还是 在外交和法治 在这两个方面 做一些努力 但是政治的活动 占据了 他更大的精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有点 感觉到这个 军阀混战 哎呀 这个共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怎么能够 真正的走向共和 他心里边 可以说是 非常越来越悲凉 到了晚年 他变得越来越 喜欢研究一些 比方说 灵血 跟鬼谈话的 这个记录 哇写出来 看着都吓人 甚得慌 他就喜欢这个东西 逐渐的就 变成了倡导素食 哇 对素食的倡导 到了病态的程度 到哪儿去都 都感觉到别人吃肉 他就 他就要去干预 要去 说服朋友 不要 不要吃肉 如何如何 这个也是一种 我不知道 可能是 一辈子 对这个 制度的建设 有一点 慢慢走向 失望的时候 逐渐就开始 有一点 有点心灰意冷 有点 喜欢别的东西 不再 感觉到法治 是一个 可以实现的 一个目标 这是 到了 22年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整整100年前的 应该是6月份 他死了 这就是他的 武庭芳的一生 那么我们 为什么说 司法改革的 武庭芳背景 武庭芳困境 这个说法 其实是多多少少 是感觉到说 近代以来 我们跟英国的 法律制度的 这样的一种渊源 其实 我们曾经 特别想去引进 英国的法律制度 那么后来 我们观察到 英国的 法律制度的 一些特点呢 似乎是 有一种非常 我们简单的 梳理一下的 我们所谓的 英国法 英国法 当然 你知道 英国的国家 它其实是 它不同的 法律传统 像我们的 老朋友 安格先生 他在苏格兰 其实苏格兰 在政治版图上 属于英国 但是 他们的法律制度 法律的传统 其实属于 大陆法系 属于罗马法的 这个传统 所以 我们说 英国法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指的是 流行 盛行于英格兰 维尔士 以及爱尔兰的 这一套 法律系统 它是 我们叫 英国法 但是不是 政治版图上的 全部的英国 这不是 不包括苏格兰的 那么 英国法律 这样的一种 法律 法律的 整个的制度 其实有几个特点 跟司法制度 有关联的几个特点 我们不妨 简要的 做一点梳理 第一个特点呢 是英国的法律 它体现的一种形态 是一种判例法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 在欧洲大陆 这样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 有一种 这个 所谓的 六法全书 或者五法全书 大致上 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法律 无非是 宪法 这个 民法典 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 刑事诉讼法典 有时候还在 加一个商法 大概是 这几部 这叫 六法全书 它不是这样的 英国的法律制度 它是体现在一种 非常 浩如烟海的 这样的一种 判例之中 当年郭宋涛到英国 去担任公使的时候 也曾经参观过 英国的法律图书馆 结果去看一看 英国的法律 你们的法律都在哪呢 然后英国人带着他 去到法律 这个大的图书馆 里边去看 他说我们整个的这层 全是英国法 我天哪 很吓人 就是各种各样的 法律的判例的汇编 他们就叫 Law Report 判例汇编 一排一排的书架上摆的 可以说几百年来的这样的一种重要的判例 都是这样的一种 展现出这种形态 英国的法律 为什么它是一种说 比方说一个法官判决案件 他会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判决书 一些判例 比方说1538年 某个法官在某个判例里边确立了怎样的准则 这个法官说 直到今天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法官说 我觉得当时法官 我们的案例 案件 眼前这个案件的事实 跟当时情况很相似 我们应当适用这个1516世纪的这部这个判例 所以那个一杆的就给你知道几百年前 这样的一种法律的形态 实际上是一种 它是 就是跟英国法律的发展历史有关系 你们知道 1066年诺曼征服 征服完以后 其实毕竟是一个说法语的国王 带着他自己的从前在大陆上的那些个 自己的那些个地位显赫的那些朝臣们 大家来到了英格兰 统治英格兰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是 不能够激化跟当地人民 原来的这些人民之间的矛盾 他要做自己 要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 受到当地人民拥护的一个国王 那么 要获得拥护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当时很快就采取这样的措施 颁布了次令 也相关的命令 说 所有在英格兰已经有效的习惯法 都继续有效 我们绝对不颁布新的法典 来去取代过去的法律 但是国王又必须要想法设法的 通过司法的过程 能够让全国的规则能够统一 因为规则不统一 对于统治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 非常不好 非常的混乱 而统一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法律方面的统一 那么国王就派出自己的巡回法官 其实那个巡回法官 今天看来其实是 既包括司法的工作 也包括行政方面的工作 他派这些法官们到全国各地去 寻回司法 然后在司法的过程中间 他们不断的去总结 去了解当地的习惯法是怎样的 然后呢 根据这个当地的习惯法来判捐案件 他的判例里边就引用了一些地方的习惯法 逐渐的这些判例就积累 案例积累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能够让全国不同的地方的习惯 能够逐渐的趋向统一 最后回到威斯敏斯特 这个司法的宫殿以后 人们就开始 这些个法官们 全国各地巡回的法官 回到了英国这个首都之后 他们就认真的对这些个各地的 来自各地的这样判例 和各地判例里边所展现的这种习惯法 进行某种统一的工作 那最后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普通法 common law 这个词其实它的含义是 普遍适用的法律 而不是普通 我们普通法 可能普通话当然是普通适用的话 语言 那么普通法就是在全英格兰的这个境内 全部都适用的法律叫普通法 所以普通法从它的诞生之初开始 就是体现成一种一个一个的判例 不断地累积起来的 这个真正是一层一层的 有点像顾洁刚他们做古史辩的时候 说中国的那些个历史都是这样的 一层一层的传说 累积起来的 这是一个一个的判例 逐渐地形成了一种 英国法律最重要的发展的动力 原动力是来自于他们的司法的过程 这个司法的过程本身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立法的过程 它就本身就通过确立此前的规则 本身的一个此前的判例 应该得到后世的遵守 遵循先例原则 遵循先例原则就变成了一种 所谓的法官造法 法官造法 法官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立法者 你们知道在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兰 其实国王制定法律也很少 议会早期的议会其实很长时间 也不是以立法工作为主 而是以财政方面的工作 和对国王进行限制的工作 这方面是他们的主导性的工作 而法律规范的一个产生的过程 其实是由法官来去主导的 这就是英国的判立法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发展的形成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新西兰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他们包括现在的香港 他们的判决案件的时候 都是要遵循先例 严格的遵循先例 先例 当然遵循先例并不是说 一味的所有的以前的判例 宗教的判例都不可以推翻 宗教的判例也可能被推翻 但是这个推翻的过程非常非常不容易 有一位1960年代的一位法官 他的判决案件在判决书里边说 如果依照我自己对正义的理解 我不会做出如下判决 但是我是一个法官 我必须遵循先例 这是我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义务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没有选择遵循先例就这样的确立起来 所以英国的法律 如果说英国的司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条我们谈到的就是 它有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判例法 判例是英国最重要的法律的 我们法律名词专业书语叫法律的渊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英国的伟大的法律史学家 叫梅特兰 梅特兰说判例法跟现在许许多多 现在大家都说已经进入了制定法的一种阶段 那么判例法跟制定法在英国 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个梅特兰说如果现在这个整个的英国的法律 没有了成文法 没有了议会后来制定的各种法律 那么英国法这栋大楼啊 你就看出好像这个窗子没了 那个门坏了 那个屋子灯不亮了 等等反正有点残破不堪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栋大楼还在 但是如果我们把判例法全部撤了 只剩下成文法 没啥来说这栋大楼就毁了 这栋大楼就垮掉了 就没有没有英国法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可以看到 英国司法制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判例法和遵循先例原则 第二个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程序正义的一种核心价值 也就是说英国法律制度中间 这也许跟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特点有关系 就是说它在整个的法律发展过程中间 一个一个的判例的过程中间 人们会特别的看重说 一个一种权利并不是先天给你宣布出来的 而是在一个程序的发展的过程中间 司法的过程中间 逐渐的在程序的夹缝中间产生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1215年的大宪章就特别的强调了程序正义 大宪章里边非常明确的规定了一个自由人 他必须获得在这片土地上 这个国家里边的常设法院的依照正当程序的审判 这样的一种非常明确的规则 那么经常人们说英国的这个自由的发展和欧洲大陆的自由的发展 有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就是欧洲大陆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通过人权宣言 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 宣布大家都有某种权利 而英国的法律制度其实是一点一滴的 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制度叫我们把它翻译成令状制度 令状制度 令状制度就是规定法律的一种诉讼 你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要填一个表格 就是form of action 这个诉讼的表格 然后呢你符合这个表格 你才能够在司法过程中间得到法院的立案 法院才能给你做出一个判决 你要不符合这些个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规范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案件 法院根本不会受理 这是英国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程序正义 把程序正义看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们不妨再展示一下着 李克强总理 他们翻译的这本书 法律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这样的一种概念 这样的一种观念 可以说深入到了英国法律的骨髓 英国特别特别的注意说 程序方面的东西是 不是说程序仅仅是一种服务于实体 而且程序是一种可以说 程序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 程序正义是一种 对每个公民自由的一种强有力的保障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么第三个呢 是法官 在英国的整个的司法过程中 司法的这个系统里边 你去观察 法官是占据了非常核心的地位 法官是整个的法律发展的一个枢纽 法官是法律职业的一个顶峰 过去我们曾经谈到过 也有一个网友在书面问题里边 曾经提到过说 能否从 在我们国家也推行 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这本身的观念就是一种英美观念 就是英国发展出来的 最早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 就是所有的法官都过去曾经担任过 律师或者检察官 只有担任律师或者检察官 十年以上才能成为法官 这样的一个选任制度 当然有它毋庸置疑的好处 因为比方说 你选择的这个 被任命为法官的律师 往往是业界最成功的律师 他们在事业方面非常的成功 赫赫有名 如雷贯耳 这样的人物 才会受到任命者的关注 人们才会让他担任法官 那么 这个 最成功的律师担任法官 首先的一个好处是 它有助于司法连结 你知道 最成功的律师 往往是收入最丰厚的律师 这些个律师 他们简直可以说 已经腰缠万贯了 然后在被任命为法官以后 尽管任命为法官的工资往往比不上 他最成功的律师的工资 但其实呢 已经人已经钱挣的很多了 这个时候他对于自己担任法官 收入有所减少 其实法官 人们给法官的一种尊容 足以补偿 补偿他在薪水方面收入的减少 这点人活着并不完全是为了 为了这点收入 其实别的方面的那样的一种 那种东西 其实也很重要 那么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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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已经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法官 他你要腐败他的成本就会非常高 不容易去说你再给行贿 说拿个三万五万的给他行贿 对他来说 他眼睛都没瞅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有助于司法连接 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法官都会特别的能够理解 做律师的那样的一种干苦 对做律师 对一个律师 他的一种最急迫需求的东西 律师职业中间最需要去 满足的一些事情 他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在有助于 让法官和律师 或者是法官和检察官 大家更有一种说 共同体的感觉 法官不至于特别的不理解律师 比方说我们的法庭上面 我觉得有时候法官 对律师的那样的一种藐视的态度 其实你 你其实是在败坏 这个法律职业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因为你藐视律师 分明是让他的 这个委托他的那些个 当事人感觉到 哎呦我聘的律师 根本不受法官的尊重 其实这本身就是 其实破坏了法律整体 这是整体性的破坏 并不是说仅仅是你对律师 这样的一种职业的一种 不尊重而已 那么第三个方面 特别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也能让法官的年龄 普遍变得更加年长一些 那么做一个人在二十七八岁开始做律师 做了十三四年律师 才能够担任 才被任命为法官 那么这个时候 往往他的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 在美国在英国 你基本上看不到四十岁以下的法官 法官都是一定要有一些 非常年龄上的一种资历 有一年有一位55岁的 就是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 55岁那年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 结果55岁 全国的报纸都一片惊呼 叫baby 就是完全是一种幼儿 幼儿首席大法官 大家就觉得 哎呀这么年轻 55岁就担任法官 我们这儿可能许多的地方 55岁就该退休 准备退休了 但是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 法官这样的一种 他的资历 他的人生阅历 他对 甚至他的长相等那样的一种 比较显得一种 有一点那个沧桑感 其实都有助于当事人 接受法官的这样的一种判决 当事人接受法官判决 并不完全是 仅仅是因为 法官在判决书里边讲的道理 而是这样的道理 是从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嘴里边 说出来 所以年资高一点的 法官就有助于 让判决能够得到社会 以及当事人的接受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 那么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甚至还有助于法庭的整个的秩序 因为那些律师或者检察官到了法庭上 他对法官他一定会表达一种最基本的尊重 因为你不要在他面前玩什么技巧 因为他玩的 年轻的时候玩的好 他才玩到今天 才坐到那个司法官 司法的席位上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特别多的好处吧 那么 但是我们国家能不能实现 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 我觉得 哎呀 其实很难 其实很难 我们不 这个话题因为 不展开说 我简要的说一说 不关于说 其实律师 到法院去做一个法官 他为什么要去 他去了是做什么 有一年呢 好像这个最高法院 对外招收 招聘请 要招什么学者教授 来到最高法院去 担任最高法院的审判员 结果 哎呀 招聘的条件 要求很高 要求他是大学 高等院校 从事法律教育和研究的 郑教授 然后政府机关里边 从事法律 这个法律工作的 这个郑处级以上 郑处级和郑处级以上的 这些人 然后还包括北京户口 当时大家觉得 我天哪 最高法院招聘 法官居然要求 具有北京户口 最高法院到底是 全国的最高法院 还是北京的最高法院 这也是表示的 我们最高法院 其实他们在 引进一个人才 在解决户籍问题上 他其实没有多少权力 然后就招 招招 哎呀 基本上没有人 没有教授去报名 我觉得 我们为什么 比方说到 在美国 你如果说是你 一个大学教授 突然被任命为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那也坚持是 鲤鱼跳龙门 也是非常显赫的 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 但在我们这儿 为什么教授们 不愿意到 最高人民法院 担任法官 我就想 我在大学里边 当一个教授 哎呀 我的收入其实呢 当然比不上 这个特别有钱 那种职业 但是还好 我觉得 现在这个 基本上 意识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甚至名义上的收入 可能比国家主席的 收入还高一些 我们国家主席的收入 可能也就是 这个名义上的工资 也就是个 一万五千 大概了得了 我们比它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比方说 自己自由日在的生活 在课堂上 我们可以 给学生们 讲自己相信的东西 我们不说假话 我们不要说 官场那些套话 我们可以 自己做一些研究 写最有个性的文章 跟这个国家 一代一代的 最优秀的年轻人 整天在一起 你都会感觉到 你自己无形 都年轻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上大学 但是很少有人 一辈子生活在一个 像花园一样的 一个校园里边 而北大这个校园 就像是一个公园一样 像花园一样 非常美丽的一个校园 你这样的一种生活 过得多开心 我到最高法院去干嘛 我到最高法院去当一个 正处级的审判员 哦 正处级 正处级上面还有副局级 副局级上面还有 正局级 正局级上面还有副部级 还有正部级 还有副国级 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副总理副国级 这样的一种 等级森严 你有一个担任法官的 那样的一种尊荣感吗 你有一种非常 哇 这个案件 我来做审判长 我来做法官 就是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来决定这个案件 真正的决定这个案件 不 你必须要服从 一级一级的这样的一种 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样的一种机构 就没有多少吸引力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很难去 像我们的法院 要吸引最优秀的律师 最优秀的学者 去做法官 其实很难 很难 这个是没有办法 反而倒是有另外 一种情况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 优秀的法官 自己出去做律师 这几年比较多 当然这话题就扯远了 我们就看 英国的 这个英国 美国这样的国家 你可以看到 他在整个的法律职业里边 说一个律师 干的最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你被任命为法官 你成为法官了 你就是做律师 最成功的一个标志 所以 法官这个职业 这么显赫的地位 是跟他历史上 他的一种法律的一种造法 法官造法 他对法律这个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关系 而且也跟像 他们行使的权力是一种 比方说他们逐渐的能够形成一种 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制衡作用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法官 你在比方说在法国 你很少能够听到说这个国家最显赫的法官 最受尊重的法官是哪些人 大家都觉得 哎呀 法国法官好像挑不出谁很有名气 但是在英国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那些法官 是哪一位哪一位 大家都如数加深 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法官成为法律职业的中间的一个 非常枢纽性的一个专业的职务 所以这个有一个比较法的著作说 不同国家都有所谓的自己的典型的法律 法律职业 最典型的叫typical lawyer 最类型化的这样的一个 法律职业者 那么在法国是辩护律师 出庭律师 在德国是法学教授 而在英国和美国就是法官 法官他们才有这样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心的地位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英国法的特点是 他的诉讼模式是一种对抗制的诉讼模式 也就是说法官居于中立的地位 然后当事人双方和他们的律师 来对于在法庭上 可以说是展开自己的法律对抗 相互对抗 无论是对证人的执政 对当事人的执政 无论是律师相互之间的这种辩论 都显示出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 对抗制的模式 这种对抗制的模式 甚至我们了解他们的政治制度 其实也有相当的对抗 比方说英国的议会里边 执政党在这边做 反对党在另外一边做 大家互相之间的相互 互相抢 互相打 也吵得不可开交 那就是说对抗制的政治制度 那么美国的政党制度 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司法制度这样的一种对抗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种对抗场景 在严格的程序规范的一种约束之下 双方当事人和律师 握有对案件的启动 证据的提交 法律理论的程式 然后相互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论 然后诉讼过程中间的一种 对于权力的处分 这个处分是 其实不是我们经常说 给某个人处分这种意义上 就是我是不是放弃某些要求 或者说我增加某些要求 这都是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的处分 在法庭上 这些个所有的过程中间 我记得早先的时候我也讲过这种 为什么法官应该安安静静的远离这个 就是在坐山观虎头 为什么有最大限度的让当事人双方去进行争治 最后法官的角色就是 不过是当一方被打倒在地的时候 法官就举起那个胜利者的 就法官就开始数数 五四三二一 那个人还没起来的时候 法官就宣布 Game of 这个案件就结束了 这是诉讼制模式的一个特点 诉讼制模式最大限度的去 让诉讼的过程中间展现出一种个人主义 就是我的案件 我来负责任 我来去承担所有我选择的一个结果 这是诉讼中间的这样一种对抗制模式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是英美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 英美法的诉讼制度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陪审团制度 上一次我记得最后讨论阶段的时候 有位朋友提到叫我讲陪审团 我说不不不陪审团 陪审团是下一次要讲的内容 那么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 其实最早的来源源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的 法兰克王国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 把一群人当地的人召集起来 在他们宣誓的前提下 然后讲出本地的习惯法是什么 或者说讲出当地的一个特定 比方说一片土地的归属 他们了解真实际情况的本地人宣誓 来去报告给官府 让官府能够知道特定的法律是什么 习惯法 那么特定的财产到底属于谁 这是法兰克王国时代的那个萌芽 但后来在威廉征服英格兰之后 这样的一种制度就被带到了英格兰 带到英格兰我们刚才讲过说 这个他们需要进行循回的审判 这些在原来的法庭的旁边 新来的国王和他的后继者们 又建立了新的法院 原来有百户法院 现在有新的郡法院 大家竞争 竞争性的来去受理案件 你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 你可以选择老式的法院 你可以选择新的王室法院 国王的法院 只要想法设法的吸引人们 都把案件提诉到我的法院来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 特别有意思的竞争 你可以看到这些个英国制度的 这样的一种渐进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种程序 是慢慢的在一个 这个制度是慢慢的在一个基础之上 不是说把前面都打碎 前面都推翻 往往是旧瓶装新酒 然后呢 外观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实际上已经变化 包括 这也说一个竞争性的新的法院系统 然后跟那个老的法院竞争 他并不是说 我把你砸烂了 不 你还可以手里的案件 但是我的新的法院呢 我必须要采取 想法设法的采取 一种新的一种吸引人的方式 这种最有吸引力的方式 就是一种证明方式 也就是说 一个案件如何去证明证据 证据 这方面的一种发展 比方说当时 你们知道 这也是西方文化 跟我们文化可能不大一样 比方说 有一种裁判叫神命裁判 神命裁判就是当 人的力量不足以判断 特定的案件的 这个到底谁是真的杀人犯 杀人的凶手 这时候人们采取一些 一些用神来判断 上帝来去决定 因为来去 比方说 让一个 在一个通红的铁块 把一个块铁 烧到通红的时候 让两个人 分别抓住 抓住一个通红的铁块 然后走一定的距离 然后再把铁块放下来 然后再过半个月 再看看 两个人的手 谁痊愈了 谁就是无辜的 谁还没 还没长好 谁就是有罪的 非洲的某些部落 还有所谓的 鳄鱼审判法 鳄鱼审判法就是 把两个嫌疑人 都绑在河边的树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 谁看来看 谁被鳄鱼给吃了 谁就是有罪的 没吃的就是无辜的 这都是人类 在没有办法去 去证明特定的事项的时候 最后 宿主于这种方式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叫 叫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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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斗 决斗其实也是一种 神明裁判 谁被打死了 谁就活该倒霉了 当时在 在诺曼征服之前 欧洲各地都盛行 这一类的 所谓的神明裁判的方式 但是 神明裁判 不是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 那么 到了 威廉一世之后的英格兰 那么人们逐渐的引入了 这种在欧洲大陆 起源的陪审团制度 这种陪审团制度 开头 这是一些证人 大家被召集来做证明 宣誓以后来证明 但是后来逐渐的 这种制度演变 演变 演变成为一种说 这个随机挑出来的这些人 他们行使两个功能 一个叫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是说 我们决定是否对这个人 提起诉讼 这是大陪审团 另外一个叫小陪审团 小陪审团就是 标准的小陪审团 是12个人 他们在法庭上 就对于一个案件 的事实问题 做出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断 事实问题 你知道一个案件 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事实问题是说 要去证据 去证明的事项 这事实问题 而法律问题是指说 这个法律 怎么去适用到 特定的事实中间去 到底比方说 我们像过去广州 那个地方发生的 那个许庭案 这个死众最牛体款机案件 那么许庭先生 他用自己的银行卡 不断的去 到银行卡去 到那个ATM机去取钱 最后取取 取了17万块钱 这个事实问题就是说 他取没取这个钱 他取了多少钱 他取钱的时候 具体的情节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事实问题 但是法律问题是什么 法律问题是说 这个构成了什么样的犯罪 是盗窃金融机构吗 但是他是不是盗窃哦 他的盗窃居然是 拿着自己合法拥有的银行卡 他没有对卡做手脚 也没有对机器做手脚 他取100块钱 印给人家1000块钱 然后呢 还屡教不改 取多少次你都给 这个叫盗窃吗 天底下有这样的盗窃吗 但是如果法官说 这不算盗窃 这又算什么 好像这个事就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所以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要区分开 事实问题是由陪审团来判断的 而法律问题是由法官来加以适用的 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学者会说 这个事实和法律两分也经常是人为的进行划分 比方说一个人构成不构成故意犯罪 就故意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就充满了一些法律这样一种界定 这当然也是不大容易说的 总而言之 陪审团这个制度呢 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被赞许为自由的堡垒 民主的学校 大家看孟德斯丘 大家看这个富尔泰 大家看这个卢梭 这些人呢 法国当时那些启蒙思想家 对于陪审制度的赞美 简直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大家都觉得哇陪审制度太好 所以的确在陪审制度在英国 在美国的整个的发展历程中间 可以说它是保障公民自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堡垒 同时呢 按照托克威尔的说法 它也是一种让法律职业 法律法治的精神 渗透到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每年现在在美国 有上千万的公民 可能涉及到陪审制度 也就是说他经常会被召唤 去参加陪审 也许召唤这一次 他会被否定掉 因为某种不适合担任陪审员的原因 他可能被否定掉 然后每年有一千万 有些人就会直接成为陪审团 陪审员 然后就审理 参与案件的审理 大家到美国的法庭 到英国的法庭 你可以看到法官 一个法官坐在 正中间的那个 高高的坐在审判席上 法官的右手边 这个地方有 有那么 十二把椅子 这是十二个 陪审团的一个座位 然后就对于 这十二个陪审团的成员 他们听审案件 听审完了以后 就结束以后 法官对于陪审员 做出一定的指示 要求 比方说某个证据必须排除 你们不要再接受这个证据 如何如何 法律方面进行一番指导 然后这十二个陪审员 就退到一个 陪审团屋 这样的一个屋子 以前是没有窗户 没有 这就是黑咕隆咚的 然后 案件不做出最终极的裁判 他们就不允许出来 就在那屋里边审啊审啊 有时候一审好几天 到了该吃饭的时候 从窗子 地点 从那个门上 上面一个小窗户 把饭菜递进去 他们在里边吃 最后就 就必须做出一个 最终极的决议 这是陪审团 陪审团深刻的塑造了 英美国家的司法程序 我们刚才说 事实和法律之间的两分呢 还有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比方说 律师的辩论 律师的辩论 这种所谓的言辞原则 怎么去说服陪审团 这对于律师来说 他们的深刻的影响到了 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的技巧 口头的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 同时呢 陪审团也是 限制法官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设置 那就是说 你法官不再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来去判断 而是人民的代表 社区的代表 对于自己的 一个社区的成员的案件 进行一个裁判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民主 民主制度 司法过程中间的民主体现 那么我们简要的梳理了一下 这个陪审团的这个 这个 不 简要梳理一下的英美国家的 司法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近代以来 中国要接受英美法 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 许多人很有性质 你们知道英国是在19世纪中期 可以说19世纪早期开始 英国就变成了日不落地国 这样的一个仅仅是本土 只有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那就是17世纪 16世纪 17世纪的时候 18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人口也就是几百万本土人口 然后呢居然能够把他们的旗帜 擦遍全世界 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他的殖民地 然后呢 国力强盛 特别是强大的很 那个时候 美国人算什么 英国人 中国人称美国人是二等英国人 因为他们都说一样的语言 这个似乎好像是不是也是英国人 就二等英国人 美国的那个世界 这个头号列强的那个梦 当时还没有做成 那个命运还没掐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当时最早就是打仗 就是败个英国人 鸦片战争 就是被英国人打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是火烧圆明园那次 是被英法联军打败 八国联军又有英国 这个英国的国家 真的是既是我们的一个噩梦 同时也寄托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向往 我们多么希望说 我们能够学习英国 学习英国还有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初衷 就是英国 英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 英国是有国王的 19世纪后期 整个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女王 哇非常了得 那么后来又是英国的国 大家觉得 哇你们知道在清朝末年改革的时候 尽管后来 后来清朝被推翻 这是谁能够想得到的事 没有人能够想到 没有人能够想象说 将来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共和政体 所以英国是一个君主政体 君主政体那一定会有一些 有利于君主的地位的维护的一些规范 所以人们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英国学习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后来呀逐渐的就开始发现 这个英国这个东西呀 好像不好学 学不来 那么逐渐的人们发现 这个英国这个制度 之所以学不来和不好学 跟我们上面所说的 这几个特点有关系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学习非常困难 是因为它 你怎么去能够迅速的 让我们的法律变成英国化的法律 那中国大陆能够学习 能够很快去实现英国化吗 英国法律化和普通法律化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在那之前 印度引入了大量的英国法 但印度这个 它也是属于好多的法律职业者 做了许多的努力 一般普通法的一些规则 进行条文化 但那种经验到底在中国 能不能适用 这个还很难说 这个时候 我们到法国去 到德国去考察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说 德国的法官 在判案的时候 桌上就 审判席上就放了一本书 有时候还只有真本 很小的 就五法全书 或者六法全书 他们这国家 所有的法典也就这么多 所有的法律条文 就是这么多 哎呀真是 这个好学吧 这个似乎是可以 更加便利的去学习 因为只要按照他们的模式 来去把法律给 哪怕翻译 以翻译为主 你们知道明珠维新之后 日本当时 那个司法大臣叫江藤新平 江藤新平曾经 哎呀急迫的想实现 日本的法律的西方化 最后就找到了一本 法国的诉讼法方面的 法国的刑罚店 对对不起 法国刑罚店 然后就就说 哎呀太好了 有这么个法国刑罚店 我们刚刚找到的 呃他当时说举国上下 找不到一个会法语的日本人 最后就找到了 一个蓝学家 你们知道日本最早引进西方学问 是从荷兰开始的 学习荷兰 所以当时有些蓝学家 是引进西学最多的 最贡献最大的一批人 这个蓝学家叫基作林祥 基作林祥 这个江藤新平找到说 基作先生能不能请你 把这部法典翻译成日文 基作拿过来一看 说这法语我不懂啊 我最多只能够拿着词典 字典慢慢的可能 结结巴巴的能够翻译出来一点 但是我我没有办法 我我我是荷兰语的 哎呀他说不要紧的 你赶快翻译能够能够出点错误 也没关系 翻译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一步刑罚点了 把法兰西三个字换成大日本 就可以了 就是说当时就急迫成这个样子 那类似的例子是土耳其的例子 土耳其的民法典 你们知道 有人说土耳其当时是因为 他们的司法部长是留学瑞士的 一个学法律的 所以他们就学习了瑞士的法律 他们把瑞士民法典就 真正是就翻译成土耳其文 然后把瑞士两个字变成土耳其三个字 然后就土耳其就有自己的民法典了 所以在你可以看到 除非英国殖民的地方 非殖民地方来去 试图学习英美法 来去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或者是法律的西方化 这几乎是不大容易的事情 基本然后来这种非殖民地 非英国殖民地的地方 他们走的路子 都是学习欧陆的法律 来去实现了他们法律的西方化 至少在立法方面让他们西方化 然后就可以废除这个 治外法权或者领事裁判权 可以实现自己司法的一种独立 司法主权的一种完整 等等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遭遇到的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障碍 那就是说在这个 判立法过程中间的这个 没有办法去引读 而且中国人说起这个 一看那么多的判立 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了 那个从前那个利 大清律利 这个利在我们的传统的观点中间 这个利就是给人感觉是特别的多 比那个律文要多的多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 让司法官员变成上下其手 他们想有个词叫成语叫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现在我们想想都是 都是好像就觉得 一个人很勇敢出生入死 就消防队员出生入死 就是出则生 入则死 出入人罪 你想把一个人从轻发落 就是出 入就是从重处罚 叫入 利在明清这个时代 这个大规模的利的一种出现 给我们有一种很坏的感觉 就是想挖好处 想挖清楚处罚就出 然后想挖就引那个利 然后想挖重处处罚 就引另外的利 结果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司法方面的 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噩梦一般的存在 所以当我们的这些个考察 到西洋去考察 试图学习西方的这种经验的 这些人 看到了英国美国的这么多的利 叛利 就不免有一些心里边犯嘀咕说 这这还了得 他们甚至对于英美国家 这样的司法会不会也就变成一种 出生入死的状态 这个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 这是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方面的 五庭方困境的第一个方面 你没有办法去 很迅速的模仿英国的普通法 来建立我们的西方化的法律制度 我们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好像好像有点讲不完 我们可以再 我再再讲一点 讲一条 我们就接着就 就我想把没有讲完的留到下一讲 这次我们 我们不讲完 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讲 然后呢 最后一讲 讲完了那个内容之后呢 我就想有更多的时间来 我们进行现场的对话 原来我设想的是最后一讲 就是一个答问专场 但是现在看没有办法把它讲完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讲透 还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我再讲一条 就是五庭方困境的第二条呢 就是说英美法这个东西要移植 移植过来 要移植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它特别依赖于 一大批的受到英美英国式的法律训练的 法律职业者来去操作这个法律 也就是说它对于英美式的法律职业者 对于英国式的法律思维的这样的 具有这种法律思维的 法律职业者的依赖度很高 比方说香港 你到香港去 你会发现香港的法律职业者 基本上就是英语的一个区域 英语的一个行业 大家都说英语 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 娴熟的去了解英国的法律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先例啊 还有英国法律的历史啊 大家都 比方说有些人想把它 有一段时间英国也 那个香港当地当局也曾经试图说 是不是要把普通法的 普通法的汉语化 然后把英国的普通法逐签的让它变成汉语 翻译成汉语 哎呀 结果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几乎是 你知道有曾经有一个英国的人说 什么是诗 诗歌就是在翻译中间丢掉了的东西叫诗 我们也可以说普通法 正是这样的一种法律系统 它是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汉语的 就是在翻译中丢失了的东西就叫普通法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边 你除非很能够娴熟的运用英语来去思考 不只是阅读 而是用英语思考法律 是这样的一种规范 普通法的规范 你才能够娴熟的去操作普通法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英式的法律职业的存在 就没有办法去驾驭普通法 普通法的遗址也就必然会失败 这是我想我们强调的 普通法困境的第二个困境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困境 法律的精神也好 陪审团的移植方面的一种困难也好 我们下一次再讲